因为我们不是直接咬的 我是给它一点点掰开来吃的 然后我就感觉 感觉那里好像有一颗葡萄干 你知道吗 就很硬 我就想这个葡萄干怎么这么硬 然后我就去拉了一下 我一拉我就发现 它怎么越拉越长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角了 然后我仔细一看 它是一个壁虎 女子津津有味的吃发糕 没想到吃到一半 竟看到了壁虎腿 恶心的她当场就吐了出来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朱女士表示 这天她在一家早餐店里面 买了一个发糕 可是她才刚刚吃了两口 突然间发现里面有一个东西咬不动 刚开始她以为是一个没有软化的葡萄干 看起来也是黑乎乎的 所以她准备把这个葡萄干给拿出来丢掉 结果当朱女士开始抓这个葡萄干的时候 让她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一幕出现了 这个葡萄干越拉越大 很快就展现出一个动物脚趾的形状 经过认真的比对 她觉得这一个东西是壁虎的其中一只脚 越看越害怕的朱女士觉得恐怖极了 因为我就发现它有一个脚 然后我仔细看 其实也不敢仔细很仔细地看 因为心里很恐怖你知道吗 但是感觉很像 朱女士早上带着自己的孩子到外面去买早餐 因为之前也在外面吃了很多的早餐 所以她也没有想到果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她的儿子和她都吃了发糕 但是儿子吃发糕的时候是直接吞下去的 朱女士吃发糕的时候是用手一点一点掰开吃 所以朱女士越想越害怕 整个人就开始抖了呀 然后其实我应该吃了两口吧 然后当时嘴巴里还在咬 我这个袋子里就是有一口是我咬过的 然后有一个是她庇护还在里面你知道吗 商家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 也是积极主动地去处理 他们知道这个问题确实是发糕的问题 已赔偿了朱女士一千块钱 不过朱女士越想越害怕 万一自己的身体出现问题 那么这一个责任又由谁来买单呢 为了解决后续的问题 记者和朱女士很快就来到了商店里面 因为我们不是直接咬的 我是给她一点点掰开来吃的 然后就感觉感觉那里好像有一颗葡萄干 你知道吗 就很硬 我就想这个葡萄干怎么这么硬 然后我就去拉了一下 我一拉我就发现它怎么越拉越长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脚了 然后我仔细一看它是一个壁虎 朱女士在早餐店里面买发糕 结果却从里面吃出了一只壁虎的小腿 害怕自己得病的朱女士来到了商家 希望对方能够给出一个说法 朱女士不知道这一只小壁虎身上会不会有病毒 如果小壁虎身上有非常多的细菌 自己很有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污染 甚至有可能会得一些莫名其妙的疾病 商家的老板在接到了投诉电话之后 很快就赶到了店里面 因为事情发生的太过于突然 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 看起来确实是像壁虎的一只脚 不过他们这一个发糕 也是从正规的发售商那边买出来的 并不是他们店里面自己生产的 所以具体的情况 还是要和商家联系之后才能够知道 不过店老板还是非常有态度 他们知道这个问题既然已经出现了 该怎么处理就应该要怎么处理 那么如果这个产品如果确实是有问题的 那么这个厂家是愿意承担一切的责任 我们要不得也愿意为顾客负一切的责任 只要他有什么身体不适 那么我们可以去医院 那后期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们 老板的这番话 确实是给朱女士一个定心丸 老板并不是想要逃避责任的人 她也不知道这个发糕里面 竟然会有一个莫名其妙的生物 而且后续的医药费用 他们也愿意承担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商家的发糕里面会有一只壁虎呢 因为我们不是直接咬的 我是给它一点点掰开来吃的 然后我就感觉 感觉那里好像有一颗葡萄干 你知道吗 就很硬 我就想这个葡萄干怎么这么硬 然后我就去拉了一下 我一拉我就发现它怎么越拉越强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脚了 然后我仔细一看它是一个壁虎 朱女士在早餐店里面买早餐 结果发现里面却有一只壁虎的小腿 为什么食物里面会出现动物 为了能够调查这个真相 记者很快就打电话给那个生产商 这家工厂的经理也是非常的有礼貌 他们在得知消息之后也是非常的重视 因为这家公司的管理制度非常严格 而且他们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经过严谨的操作 就连缝隙都非常的小 他们也没有想到竟然会有壁虎爬进去 这个壁虎应该 你说也 它进去了 你说丢进去了 如果脚背就脚背的话 它应该脚背很厉害了 它可能是在 刑罚的时候 不知道进去 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 商家也会高度重视这个事情 他们也会从自己的工厂里面查询可能性 要避免下一次这种事情再次发生 因为他们每一个工序都是严格操作的 再加上面团又非常的粘糊 按道理来说 壁虎是绝对爬不进去的 所以他们现在也没有办法调查真相 他们只希望能够先把朱女士的问题解决了 然后再去查诀不漏 坚决杜绝 第二次出现类似的现象 朱女士对目前的处理方法也感到满意 那么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